在京津冀的大格局上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埃新区 构成了北京新的两翼 两座千年之城在新时代相遇 北京向南一百多公里 有一座大型建筑群 它是被誉为雄安城建第一标的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 家住白塔村的刘瑞君接到了通知 自家的地上将建设雄安新区 第一座大型市民服务设施 听这个消息吧 心里确实有一点不舍 不过经过我们儿子的开导 说建新区是国家大事 是好事 我就率先在这个整地协议上 签了字 这几年我们村的地益建设得非常快 市民服务中心 商务服务中心 还有越农公园 雄安之雅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 是雄安新区首个城街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城市功能区 在施工过程中 我们全面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打造智能化绿色园区 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 绿色环保理念贯穿始终 生态根基是雄安永续发展最坚实的底座 从2017年11月13号栽下第一棵树起 雄安千年秀林工程累计造林47万亩 雄安森林覆盖率由11%提高到34% 现在搞这样的千年秀林 这里一定是将来是最易于居住的地方 雄安新城就要靠这样的绿地 体现它的价值 体现它的生态 而这个地方又会增加吸引力 刘瑞军的儿子刘森计算机专业毕业 2021年从北京回到家乡 应聘成为雄安集团数字城市公司的一名职员 加入公司之后 我先后负责了物理网平台和多表技商系统 其中多表技商系统为新区近十万居民 提供了水 气 热 一站式交费服务 为新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智能服务 从物联网到人工智能 从智慧建造到孪生城市 数字技术正让雄安变得越来越聪明 随着地上 地下 云上三座城的打造 雄安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目前 央企已在雄安累计设立此公司 及各类分支机构二百多家 新区引进院士及其他高端领军人才十二名 引进规划建设重点领域人才一百余名 选入双一流高校人才三千余名 新增各类创新创业人才二点五万余名 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就去雄安工作了 后来妈妈也到雄安工作了 我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雄安生活 张月轩一家原本生活在河北秦皇岛市 她的父亲张正2018年到雄安新区工作 随后举家搬到了这座新城 在雄安生活一个十五分钟的生活圈就全部满足了 在这里孩子们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素质教育 荣东天区实现了五分钟到幼儿园 十分钟到小学 十五分钟到中学的十五分钟生活圈 真正实现了新区群众家门口的便捷教育 安居才能乐业 雄安商品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精装交付 租房者与购房者租售同权 享受一样的优质公共服务 北京市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三校医院项目 开学开认 北京市家将已经相对成熟的线上共联 理念共识 成果共享的线上教研体系复制到雄安市家 同时北京校区的优质课堂 优质项目也会借助双诗课堂的形式 与雄安校区进行对接 力求实现 教学资源无缝先进 一张白纸琢磨 从无到有 从蓝图到实景 雄安这座拔地而起的千年之城 正朝着妙不可言 心向往之的未来之城 稳步前行 天安门向东二十余公里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 于2023年12月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今年37岁的赵博是天津人 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 如今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 我工作的地点在海淀区和朝阳区 因为我住在通州区 所以单程的通勤距离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从家到副中心政务中心 骑车二十多分钟左右 从此也实现了直住平衡 近几年副中心的变化特别大 以我们家门口为例 现在公交车有八条线 而且还有很多的专线可以直达市中心 超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 首先在去并 建设未来没有城市并的城区 适度超前的交通组织和区域规划 是重中之重 我们所建行的缝合城市的理念 把东纽环这个货运功能外移之后 整个交通运输功能下沉 实现城市的缝合 并且还能够建成一个创新发展中 在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 赵博耐心协助市民 在自主终端机上办理业务 这里也是全国首个 以智能终端自主服务模式为主的 政务中心 通过以数字政务负能区域协同 将副中心政务服务云窗系统 延伸到天津河北等相关地区 打破息息壁垒和区域限制 推动副中心与雄安北三县等地区协同发展 据统计 3D已推动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同市同标 234个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200余项经经济加雄安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移动办 去年底 副中心的三大建筑正式对外开放了 正好呢 我也想趁着这回的寒假 带着孩子感受一下北京城市图书馆 68岁的郭建华是通州人 二十年间 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家乡的巨变 我们副中心到处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原来东方矿工厂就变成了现在的城市旅行森公园 通州整个的绿了起来 到了晚上整个副中心亮了起来 特别是运河两岸 北京城市副中心五合交汇处 是运河商务区所在地 2023年 运河商务区新增注册企业3425家 同比增长22.98% 截至目前运河商务区共有注册企业22944家 副中心在规划建设方向中 用总数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指引 城市好不好 群众说了算 织密绿意 城市生根 提升公共生活水平 是让两亿留得住人的重要抓手 2019年以来 北京市集机关分两批约三万人 牵制城市副中心办公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要处理好同匈安新区的关系 两亿要协同发力 有效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 大运河畔的千年之城 以破茧化碟之势 破茧出北京重要仪役 壮丽恢复的未来图景 成为这座千年古都 又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大远河畔的中国人 大远 不过生在一排 大迷糟 大迪 大迷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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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